这一讲,我们将讲解高斯混合模型 Gauss Mixed Model 这是另一个著名的EM算法的例子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概率论中 高斯概率密度函数的知识 假设有一组训练数据XI,I等于1到N 是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 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 Distribution,IID 进一步,假设这些数据符合高斯分布 Gaussing Distribution 在数据11维的情况下 高斯概率密度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这里,μ是高斯密度函数的均值 而σ是高斯密度函数的方差 这里是μ等于12,σ等于3的高斯概率密度函数的图像 对于一组独立同分布的数据XI 基于最大释然估计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可以获得μ和σ的无偏估计为如下的格式 更一般的 如果XI,I等于1到N是高维变量 假设其维度为小D 那么高斯概率密度函数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这里μ也是均值 它是一个与X维度相同的矢量 其维度也是小D 而σ被称为斜方差矩正 Covariance Matrix 它的维度是小D乘以小D 对于一组数据XI,I等于1到N 对μ和σ的无偏估计为如下的形式 可以看到 一维的高斯分布是多维高斯分布 在小D等于1时候的特例 在高斯分布的假设下 基于一组训练数据 我们可以引用上面公式 估计它的均值和斜方差矩正 从而完成对数据概率密度函数的建模 然而,数据是高斯分布的假设过于强烈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 实际的数据分布不是高斯分布 例如,实际的数据可能是如下分布 它是两个或多个高斯分布的线性叠加 我们把这样的分布叫做高斯混合分布 高斯Mixture Distribution 将相应的建模过程 叫做高斯混合模型 高斯Mixture Model 或者简称GMM 假设数据由大K个高斯密度函数 混合而成 其中大K是一个我们事先规定的数 代表高斯概率密度函数的个数 那么高斯混合分布 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这里N、X、μ、K、Sigma、K表示 第K个高斯概率密度函数 它的具体形式如下 而PiK表示 通过一组数据 通过E组数据Xi i等于1到N 估计上述概率密度函数Px 也就是说 我们要确定大K个三元组 PiK、μK、SigmaK的值 这里我们遇到 这里我们遇到和K均值算法同样的困难 如果我们清楚每一个数据属于K个高斯概率密度中的哪一个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前面讲到的公式 估计出相应的μK、SigmaK 另一个方面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三元组 PiK、μK、SigmaK 那么我们也能很容易的知道 每一个数据属于哪一个高斯密度函数 只需要取最接近及概率密度最大的那个即可 但是 实际上 我们既不知道每一个数据属于K个高斯概率密度函数中的哪一个 也不知道三元组 PiK、μK、SigmaK的具体取值 那么如何求解这个问题呢 我们使用EM算法 即固定一个 求另一个 不断循环迭代 用EM算法求解高斯混合模型的流程如下 第一步 随机选取PiK、μK、SigmaK 第二步 求γIK 如下面这个公式所示 它表示 第I个数据 XI属于第K个高斯概率密度的概率 第三步 重新计算大K个三元组 PiK、μK、SigmaK 用如下的公式进行计算 回顾前面讲到的高斯概率密度函数 这步估计中 求μ和Sigma的公式 可以看出 在高斯混合模型当中 是利用γIK 即第I个数据 属于第K个高斯的概率 对大K个高斯概率密度函数 进行了加权的规一化 从而求出三元组 PiK、μK和SigmaK 第四步 回到二循环 直至收敛 下面我们讲一下 高斯混合模型的具体应用 第一个应用 是视频的前景检测和背景建模 在运动目标的前景检测当中 GMM的目标是实现 对视频真中的像素 进行前景和背景的二分类 通过统计视频图像中 各个点的像素值 获得背景模型 最后利用背景检测的思想 提取出运动目标 例如 在车辆检测的监控视频中 可以看到 背景中有绿地、车道线和马路 而前景中 有各种颜色的车辆 如果我们利用高斯混合模型 对前景和背景的像素进行建模 假设 前景和背景的高斯混合模型的大K 可以兜取三 那么经过建模后 背景中三个高斯 可能分别代表 绿地、车道线和马路 而前景中的三个高斯 则可能分别代表 蓝色、黄色和白色的车 利用这个模型 我们能够对每个像素 大致区分它是前景还是背景 从而完成图像中前景和背景的分离 为进一步处理提供便利 如图是进行了前景和背景分离过后的图像 高斯混合模型的另一个应用 是说话人识别 Speaker Regulation 即通过你说话的语音来识别你试水 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 基于GMM做说话人识别的文章 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方法 说话人识别的第一步 是去除静音 即把说话当中 安静的这个声音部分进行去除 它是根据能量和过灵律 设置算法做到这一点的 这里两个声音文件 一个是最初的声音文件 另外一个是去除了静音的声音文件 说话人识别的第二步是提取特征 在这里我们采用的是 MEL-DOP系数 MEL-Forequisite Septim Coeficient 或者简称MFCC MFCC的提取是将语音分成小段 分段的推荐设置为 每段长度20毫秒 每隔10毫秒提取一段 这样一秒钟的语音 就能够获得100段 而对每一段提取一个Seption Vector 这个Vector的维度 可以根据设置进行调整 一般可以取12 24 36等 提取完特征过后 我们就可以用GMM 对说话人进行建模了 在这里说一下数据库的设置 我们用了XM2 VTS这个数据库 由295个人构成 每人24个声音文件 分4次录制 每次6个 每次间隔时间一个月 下面是文件的内容 在这里 我们用前两次的12个文件 进行训练 用后两次的12个文件 进行测试 实验的设置为 MFCC的维度36维 高斯混合模型中 K的大小为64 我们同时限制 斜方差距阵为对角阵 即丢弃Sigma 所有非对角线的元素 因此 每一个人建立一个 高斯混合模型 模型总共的参数 包括πK63个 μK是36个MFCC的维度 乘以64 等于2304个 SigmaK是36个维度 乘以64 等于2304个 总共的参数4671个 识别方法 对每一个人建立一个 GMM模型 PX 在测试中 输入一段语音 首先提取N个特征项量 X1到XN 识别的结果 为如下所示 也就是说 寻找M个人中 累积概率最大的人 作为识别结果输出 下面是测试的结果 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用一半的数据训练 用另一半进行测试 对295个人的识别率 大致在96%左右 在这一讲中 我们讲解了高斯混合模型 以及它在背景分离 和说话人识别中的应用 课程的最后 留意到思考题给大家 和K均值剧内一样 如果我们假定 高斯混合模型的K 是不一样的 那么 你能够想到 优化算法 来解决这种 不一样的K值的情况吗 本讲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